我是來看檢驗的整個準備跟程序 我們也可能都看不到哪一組 因為台灣以貿易立國 我們的貨要消出去 我們也不得不要接受人家的賣進來 但政府以符合國際標準科學證據 雖然進口廠商都說 不會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而且進口後 他也都會明白標示不含萊克多巴胺 但政府為民眾健康會嚴格把關 今天我們就是來台北公安 來在財政部官務署還衛福部 使要組大家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不但有經濟部後務的批號 而且還有所有相關的檢驗程序 並且做好萬全的準備 以後都是豬皮茶 並且進口廠商進口的豬肉 也都有相關的標示跟著後平走 所以請國人放心 政府一定為全國民眾的食品安全把關 平安夜不平靜 立院通過放寬萊豬相關行政命令 讓國民黨立委氣到不行 怒轟綠營立委自己都不想吃 卻要民眾吞下去 雖然中央宣誓決心 衛福部長陳時中親上火線 說明萊姬安全標準 但還是擋不住各界質疑 民進黨要台灣的人是萊豬這樣合理嗎 沒有合理 萊豬還沒來但走一趟市場 肉傷攤傷以及貼起認證標章 就怕民眾吃得不安 他們就說我們這個會不會是萊豬 我們說我們這個萊豬還沒進來 那我們都現殺的 其實我們老闆娘很龜毛 他對他東西的品質他很講究 就是他一定要出生他的切結書給我們 像我們一定就是要拿到那個證明 我們才會跟他廠商 他才可以供應東西給我們這樣子 只是這台灣豬的標章問題一堆 衛福部與農委會都有 有的標章可以自行下載之外 加工品竟然不用百分之百的國產豬 也能拿到 讓人質疑原來民眾拒吃萊豬 還得靠運氣 也難怪民眾連國產豬也沒了信心 會去問 然後他們都有貼標章嘛 看那時候才會去買這樣 先吃 之後可能明天就會考慮一下 是不是少吃點豬肉這樣子 好 為您收下我們的招牌小籠包 不想跟萊豬畫上等號 國內許多餐飲品牌 像是鼎泰豐 乾杯摩斯 都掛起台灣豬標章 同時承諾未來不用萊豬 為的就是要挽救消費者信心 那我們大眾的話會是一比利豬 但是我們還是有部分的商品 是因為在美味的烤糧跟口感上面的烤糧 上面其實是會使用台灣豬的 目前的話沒有考慮做更換 然後會是繼續使用台灣豬 餐廳業者人人自圍 紛紛跟萊豬劃清界線 學者們也急聲呼籲暫緩開放 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二三十年後 身體會出什麼狀況 如今政府一直行政命令 元月一號開放萊豬 但事前掠過茶場 又沒能力嚴格積茶 等於讓全民陷於恐慌與不安當中 什麼時候民眾竟然連最基本的食安 都得自求多福 NOWNEWS財經生活中心報導